看 扶住门口 是 谁 所有人不要动 站在原地 保持安静 好好好 所有人不要动 保持安静 亮灯之后 确定好自己 与身边人的位置 好好好 好好好 行 保持安静 保持安静 好 好 小张 小张 醒醒 所有人站在原地 不要动 谁 出来 白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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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厂医院出事了 我来看看 陆秘书 专项组宣布 厂医院全面警戒 现在不准进出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是厂办秘书 我也不行吧 不行 停电的时候你在一楼是吧 他当时也在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们一直在 刚走到这儿灯灯灭了 我还想是不是线路的问题 我去看看 停电 然后你们队长说不许动 我就没动 我就在值班 我就在值班室啊 那你看看 值班室 周围的人位置有没有什么变化 是运输队的 怎么会在我们医院 我这不是给你们场送货吗 伤了脚 然后这护士给我拿了药 你别 你别都肿着呢 我这鞋带都不敢系 这不是拿着药吗 然后说要在这儿观察 我就在这儿缓一缓 刚才咋回事啊 突然就停电了 是保险丝熔断了 才导致的停电 这保险丝熔断 就能导致全医院停电吗 不一定 我得查一下全医院的电路 好 那就麻烦霍师傅了 好 我陪您一块儿 咱尽快儿 好好 来 队长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看来他们是做了周密的计划 通过鸡丹阳 把你和丁杰还有红梅调走 再设法让这医院停电 来谋杀张二水 狄特对我们的行动计划 了如指掌 他们算得这么精密 我在想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动向 你的意思是 内部有问题 我现在呢 也只是个猜测 队长 红梅 白慧同志 你先不要紧张 我们呢 就是问你点问题 你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张阿水的房间里 我 我要给他量血压 然后突然就停电了 那你凉血压 为什么会躲在屏风后面 白慧 别紧张 我们只是想了解当时所有发生的情况 努力地回想一下 当时你所有看到的 听到的 所有事情 所有细节 尽量想 当时 房间里 断电后一片漆黑 我 我 我听到门口有声音 你是谁 明书 管 就知道你回来 血浪派你来 杀我还是救我的 二行一体 四之八头 什么意思 看来 你们还没找到东西 那就快叫我出去 你是什么个人 你当我傻吗 说了也是个死 乖乖地叫我出去 然后呢 一十年被你弄击 东西 到底在哪儿 说了我还能活吗 想杀我还是 想杀我来啊 我 我一动不敢动 整个人就 就就啥那儿了 直到灯亮了 陈队长进来 我才敢 好 白慧同志 你说的这些对我们很重要 但是我们仍然要做一个详细的调查 还请你配合 小张 带白慧同志在门口休息一下 是 是 断电时间一分钟多一点 这么短的时间 凶手肯定还在医院 队长 我觉得白慧现在太过紧张 我建议 先调查其他人 让他休息一下 对了 纪专家那边怎么样 他没事吧 我给他放居留室了 你把他关哪儿了 公安同志 我这一会儿还有事呢 明天早上还得点上班 刚才你们这工作证也查了 我还要就是来医院看个病开点药 你们现在把我们当发案人意想 别着急 先坐下 坐下 我们呀 什么时候也没说过你们是犯人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 在此期间啊 希望你们能全力配合 公安同志啊 公安同志啊 我一定配合 公安同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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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能不能给我们车队打个电话呀 我车还在你们厂呢 你现在不让我走 我就怕搭乌运输队明天用车 放心 已经联系过你们厂了 骆护士 你先坐下等一下 看一下 骆护士 复兴路邮电局 二号电话机庞 五点正 喂 喂 记住人家很准时啊 你到底是谁 到新华书店美术书架的第二排 找一本油画作品汇编 那里边 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办 你让来 你让来绕去到底要干吗 你别跟我废话 骆护阳 我告诉你 你现在的一举一动 我掌握得很清楚 安文神的小命 在你手里呢 我俩 张局啊 那些资料我看了 确实是 普熙金的时机 那是丹阳同志 用来骗对方的 丹阳同志啊 虽然有些害怕 但绝不会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 他不会把真正机密的材料 交出去的 我当然相信季丹阳了 但是特务能够精确地 把照片和威胁信 投放在季丹阳的房间 说明他们对厂里的情况 是了如指掌的 这件事情能够发生在 季丹阳身上 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 楚公 您一定要多加小心 另外 我会加强对专家走的保护的 理解 我理解 你放心吧 我会让我们的专家们注意的 其实 我们已经得到情报 敌特分子给了你一封威胁信 由于你不愿意向组织汇报 又擅自行动 我们只能批准专项组 对你进行保护与观察 对不起张局长 我知道错了 敌人就是利用 你跟安文山的这份情谊 给你写威胁信的 如果 你可以早点汇报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希望你吸取教训 关于安文山的境况 我一有消息就会告诉你 谢谢张局长 水滴工程 是敌人的眼中钉 你们这些专家 都是他们的目标 你们只有保护好自己 才是对敌人最好的打击 红梅 送丹阳回灵屋所吧 是 对不起 那封威胁信 还有照片 还有你伪造的数据 全都没收了 回去你也好好想想 到底有谁 能进到你的房间 这个人 不仅能进专家楼 而且还能进到你的房间 把信放下 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二行一体 四肢八头 这到底在哪儿 队长 今天早上 我去厂医院附近 又接下了一番搜索 一过两个发现 这个烟头 和上次东山的一样 是同一种卷烟纸 这个刀呢 也特别奇怪 磨得特别锋利 和张阿水 尸体上的刀痕吻合 血型也一样 指纹他了吗 没有指纹 应该是做了烧焦 这到底是什么刀 齐弹尧 最近这段时间你不要出场 这是陈东升要求的吗 这是我的要求 认真工作 别想起他 你去医院干什么了 你去医院干什么了 公安同志 医院判断 我们看起来的 但彼此看起来的 也都哪有 几年 中间 但 大家看起来 兜 manque 肯火